你说考到这种艺术院校 我有时候都觉得挺难受的 其实能有几 说实错 张子怡能有几个呀 但是你说问题是 也是同班同学 你说这个大家还在一块 很多情况下 如果一般有几个特别红的聚会 他们就不来了 那确实那可以想象啊 对我原来我是觉得 第一次意识到特别 特别影视圈特别残酷 说我有次去探班 我就发现这个红的和不红的 吃的盒饭什么的都不一样 我就觉得 红的基本上不吃盒饭 你这接触的还是中低党的演员 对对对小演员 但是然后这个红的 可能有ABC三个 三个T 什么背后的提升 远紧的提升 不红的都是男女主角 不红的就在那 不断的光着膀子排练 更明显的是化妆间 你看我刚来 文涛老师就很好说 文涛老师你先 那红的就是 它有单独的化妆间 对不起 我们就一窝 我们还只有一个化妆间 对对对 这个单独化妆间 已经不算什么了 来乎什么 每个红的明星一辆车嘛 一辆化妆车里面 保姆啊助理啊 什么都有 我听一个娱乐产业的经纪人说 刚方舟提到的什么 吃特别的饭 化妆间什么 从那经理人的角度来看 这个叫什么 投资 为什么投资呢 除了保护你 让你专心培养情绪 弄得美美的 得体的出场 还有什么呢 更好玩的心理上 给你一个诱因 你想继续享受这样吗 哪里好好干 你要听我话 我排什么戏 去什么记者会 当你拥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回不去 回不了头里 不能放开 不能放开 同样在很多行业 这种投资策略都有的 香港有些很出名的 吃鲍鱼的店 那老板告诉我说 当他在那边 看到哪个厨师 或者哪个服务生 是可以栽培的 看起来礼貌周周 香港话说好省目 很省目 一看美金眼气 看到谁交呼哪个客人 他做一件什么事 他买一双最漂亮 最贵的皮鞋 皮鞋送给了服务社 给他 你穿这个吧 站得舒服 站得舒服 那他除了对你感恩 他享受过好的东西 他回不去 他没办法跳去其他店 或者说不敢 也不敢 那服务不好 不然你把他炒掉了 他没有这种享受了 所以那个经纪人说 我要给他这个虚荣 贪污虚荣是不好的词 可是对不起 在我们这个行业 你不贪污 不虚荣 请你走 你没有向静心 你不会往上爬 但是我觉得这个 就是还是太难了 你看实际上 实事求是的讲 过去中国有句话 叫这个穷文富武 你比如说你要练武的 那玩意至少你得吃得好 而且你整天打熬身体 家境得好 穷人像他们这个编剧 穷文富武 其实我现在觉得 这个演绎 就现在很多想当 或者想当艺术家 或者想当明星 这条路啊 要照我觉得是一种什么呢 旧社会啊 有歧视性的这个看法 就都不是正门 偏行 叫low偏行 为什么这么说 当然它这个是旧社会的说法 但是实际上 从这个运势上来说 我觉得 它的确不像是一般行业的 就是说 我付出多少努力 我就应该得到升迁 我就应该得到一个稳定的成长 这个演员这事 您付出多大努力 您付出多少才华 甚至老实讲 你像那个 比如说是咱们讲绘画 那天我有一个朋友 算是最成功的画家之一嘛 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怀才不遇什么这事 他就说问他 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 没有怀才不遇这回事了 现在只有您有一分才华 都给卖成卖到十分 吹到十分 对吧 把粪土卖成黄金 都能这么着 他说你说 您有点才能 早已经被这个榨干了 这个这个静进了 说是 所以说你看 现在一个人红 你就研究这个明星 你就发现 哎呦太偶然了 要叫我说 就是 吞他 吞他 就是这么就 红了 你这个 他真的是有点 非常不走 不走长道的一种 但是演员里边 很有意思 有一个 因为我有的时候 也做监制 监制和导演 最爱骂的是 找演员的副导演 以前做 就说 你这找的不行 你这什么 都不行 群众演员也难看 什么的 然后呢 有一次呢 叫他找 别人 说都不行 不好看 那副导演 开始咬牙了 那你们能不能 每集加 一千五百块钱 预算 那怎么能 您要是加 我把 那谁谁谁叫来 我们也不知道 那谁谁谁是谁 我说可以 给你加一千五 第二天来了 女演员 漂亮多了 就加了一千五 哎呦 真的 他这个演员 特约演员 什么这都很明显 你就加五百块钱 就好很多 哎 真是太残酷了 你知道 我对 我很早就崇拜副导演 我一点也不崇拜导演 因为那个 我还记得 就是第一次 就是这个 我是二十年前 当时拍一个 还什么老豆酒吧 我们那个拍个肥皂剧 然后要找一个 邓文涛的女朋友 我当时加副导演 说哎 邓老师 他让我挑 哎 邓老师 你来 到一间屋 我看他就一个黑板 上面全是贴的小照片 我家伙 都有上百个 下面都是手机号码 哗哗哗哗哗 你选谁 马上就叫来 哎 我说你这工作 都不错 所以我就觉得 以后我有小孩 肯定不会让他 走这条路 就比如别的行业 就说吃苦 我可以吃苦 可以熬夜 扛大包 然后就是努力 这些都可以 但是那个屈辱感的吃苦 我觉得还是挺难忍受的 哎呦 屈辱感 对 你被挑剔说 哎 你这个头形长得不好 你膝盖长斑了 太多了 就这东西 有 我也有同学 屈辱在哪里了 就像其他工作 也会被批评 去试镜就说 说你塞帮子太大了 人说 说你呢 不是 我也同学 对 他就跟我说了 他说 对不起 这爹妈给了 你要用就用 不用算了 觉得受伤害 就这个问题 这种情况太多了 还有些戏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知道 他在演着 拍你 还差最后一条了 这首主演来了 主演的合约是 到场就拍 他一分钟也不能等 对 他不能等你 于是你差最后一条 你已经拍一天了 你可以收工回去了 你得停 换光 换机位 拍他 那他们还是校友同学 他就得想 我是不是要求他 让我把这一条拍完 就屈辱啊 是吧 对 那他就得去求 人家说 可以 你先拍吧 哎呦 我是谢他 还是不谢他 没有 这从市场营运来说 这是那个 叫价能力嘛 是的 当然 他是正常的 从市场角度上 这些从行业 行规角都是正常 但是呢 你从人的 那种人不舒服的地方 我的意思是说 这种不舒服的 你们说屈辱的情况 不现在 不现在这个演艺圈 在其他企业 什么都 我我有一次特别震撼 也是我去一个 就是去探班嘛 然后那个导演就卖 那个女演员 说你长得太脏了 他说脏 不是说就是 没洗干净的脏 就是说他有风尘味 我觉得 人家也是个清清白白的 十八九岁的小姑娘 我就觉得你 你做其他的行业 说你说你活干的不好 说你这个 不够麻利什么的 就这些指控 我觉得你都是可以容忍的 但是说你长太脏了 重点在 这怎么办 这还是很屈辱的 方正我举个例子 怎么办 为什么那个女演员不 然后骂回去 你才张 转身走了 因为他知道 我忍住这个屈辱 我的获得的东西好大 我可能演完这个戏 我光荣 我进军国际影展 减个彩 一千万等等 这是选择付出 因为内似的 那个immuniation 发生在不同领域 比方说你在出版界 我也见太多了 编辑或者记者写个稿集 过来不好 那采访主人说什么 文盲是吧 你文盲啊 你手弹的 怎么写的字那么丑啊 什么什么 那个小记者说 那你去写吧 我不干 回去 因为很简单 我在这里受你骂 受被你骂 我拿的是月薪 一万二港币 我出去工作 可能拿 可以其他工作找个九千 每个人都比我们 想象中的那个 有弹性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回到你刚说什么 有没有受害者 有没有破坏者 往往是说 你自己选的 其实你不能只怪说 这个很差 他骂我 那你干嘛要留下来呢 这种事情永远有两个错误 第一个 对方当然不应该这样羞辱你 第二个 你不应该选择 接受这样羞辱 你不要选择完之后 就说这个人很差 这个那个 你选的嘛 方舟 这也算是这个 没话相说的 真的 你看我有时候想 你记得路由啊 有一个词啊 就是 零落成泥啊 碾坐沉 好多明星的命运 你看包括民国的时候 零落成泥 碾坐沉啊 被人踩在脚底下 你有过那样的时候 你才唯有相如故啊 所以我们行业一般都怕 跟刚红的演员合作 为什么 他反弹得很厉害 他原来被踩成泥过 所以他现在刚红了 起来以后 很难伺候 他就狂成什么样 对 他过两年 他习惯了就好了 火气就退坚了 对 他就唯有相如故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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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